欢迎收看iStar全球新势力 我是高玉玲 华语乐坛百花齐放人才辈出 不只是国语歌全唱度强 台语歌甚至可以全唱到60年 这种阿公级的 到现在依旧很热门 透过乡图语言去表达的歌曲 似乎更能够衬托出 台湾人的内心情感 像是声障歌手Aguila 就是台语乐坛的经典人物之一 幼年的时候罹患小人麻痹 手脚重度萎缩 但肢体上的缺陷 没有交习他对音乐的热情 更被唱片公司向众出道 2001年 Aguila为了替宣战人士发声 甚至投入立委选战 但没有人脉背景而落选 背上3000多万的债 但他没有放弃 改到夜市当街头艺人赚钱 始终没有放下麦克风 如今67岁了 等了30多年 终于拿下金曲奖 台语歌王宝座 领奖的时候 他激动地喊话 我一直告诉自己 一定要比别人 更认真 更怕病 最佳台语男歌手奖 第三十四届金曲奖 Aguila 我一直告诉自己 人生的我 一定要比别人更认真 出道36年 入围三次 终于没再跟奖上擦身而过 就在2023年 Aguila拿下人生粥 首作歌王讲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身份 三两米小月 风雨水定过 这乐乐会能欠你一乐 心爱的谢谢 就与这张喜爱的谢谢专辑 夺下歌王 他也在台上高调感谢爱琪 她口中的A7就是在台上领奖时 一直站在她后方的淑美 而淑美是她2007年 再婚后的第二任妻子 而前妻阿秋呢 则是在阿吉尔走红之前 就背着她赶通告 寻回走场 甚至还在这首阿吉尔成名曲 《明文的记得》MV中 担任女主角无怨无悔的奉献 让所有人动走 但这段婚姻却在 阿吉尔成名之后 爆出婚外情 最后以离婚收场 离婚过后 阿吉尔曾经受访 秉持过去的是让她过去 毕竟阿吉尔一路走来的心酸 只有她来的心 坐在板凳上眉头身锁 激昂地晃动身体 民国76年阿吉尔就一只手 《明文的记得》 奠定歌坛地位 但无论台上台下 她都有着戏剧般的悲苦人生 出生在贫穷 家义乡下 小时候罹患小儿麻痹 手脚重度萎缩 当别人开始学走路 她却只能在地上 用脸盆当拐杖塔 父母担心别人异样的眼光 每天出门工作 就把她锁在家里 我现在真的是我的经红 我哪个身边 我怕主要 我怕当怕主要 我先让她票 我怕当谁让她票 不过还好阿吉尔从小个性就很乐观 其实当时的社会 对小儿麻痹认识并不多 爱面子的阿吉尔父亲 不知道该怎么帮助她 原本打算让她自生自灭 还好她的母亲 拼命替她争取读书 每天把她放在竹篮里 堵着她上下学 阿吉尔小学毕业之后 就远复台北学习算命 才会抽損到朋友的摊贩 帮忙唱歌叫麦 嘴大腿扣腿炒 吃了我的口味抓第五号 来来来 抓胖球就来好 好 来来 绿色就往下 抓一罐 一罐 跳你绿色啦 拼命替我好笑啦 来来来来 拼命替你了 拼命替你了 两罐 一条的黑衣大乡 看早点唱的歌声 孤独海的浪漾 唱出着无奈的心声 绝体上的学习 命替你了教细 特别的歌诗 从乐视唱到全其他 都是好与爱唱歌的阿哥拉 和着好友道学 麦当主唱 每位直到的黑口 都自信的摩扎 因为直到的乐唱 越有信心 我从小的时候 我的个性是一个很专闻 我的个性是一个 是一个 我不知道 我可能是因为 政府那样 还打电子 我个性很专闻 唱到某次 刚好被某间餐厅的 情师听到 就介绍他到歌厅市场 结果一试陈主顾 《人气高道》曾经一体验 连唱十三场 比别人认真 比别人努力 阿哥拉几乎是用生命在唱歌 用浑厚沙哑的嗓音 唱出哀愁的人声曲调 之后也引来唱片公司老板的注意 只是就在事业如意中天的时候 他就要离婚赴债 加上又身带受伤 唱歌事业只能正式喊他 前进长达六年没有收入 但是他并没有放置 为了还债 他尝试做传销跑场子 直到2005年 遇见了当年唱片公司的老板 才重新付出格台 我属于江湖只能够杀 2011年发行了全新的专辑 Agella重新出发 又在2023年夺下金曲歌王宝座 不但向大家证明 用信念能够战胜坦克继遇 也要持续用沧桑歌声 感动人心 要谈到Agella的最知名作品 当然就是《命运的吉他》这首歌了 她因为热爱歌唱 从小就由家人背着到处成家歌唱比赛 因缘机会被发掘进入西餐厅助唱 演出的时候她坐在板凳上 激烈地晃动她的左手跟头部 搭配痛苦的表情跟悲情形象 成功诠释社会底层小人物的杯格 因此被唱片公司向众 独树一格的演唱方式 至今还是很多艺人上节目模仿的对象 我的蠢爱歌一样的对象 我早就爱唱过歌唱 我早就爱唱过歌唱 小独树一颜领 像出场无来的声音生 我被我人打敏心 我被我人打拼痛 為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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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逼巴朗 阿牌的名字 一粒的李達昇 努斷心努定 好啊好啊 名文 名文的李達昇 作詞・作曲 李達昇